作为一个主持人 跟大伙儿普及一个字 叫心宽体盘 它不是胖 心宽体盘 这是标准读音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它本来是指人心胸开阔 外貌就会很安详 但是经常被指作 人的一心情愉快 我什么都不想 也没有什么牵挂 所以说开始发胖了 但是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说 这个成语的续迹可能来了 英国埃克赛特大学 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 说肥胖带来的心理影响 可能会导致抑郁 而不是肥胖引起的 其他健康问题 导致这一症状 并且这种现象 对于女性影响 可能会更大 研究者说了 研究结果有助于帮助 找出缓解抑郁症的方法 所以说身体胖了 各位心更要宽一点